接下來這個是Google最近推出的服務 叫Auto Draw 也是用人工智慧幫你做判斷 那你可以直接進到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來剛剛那位同學請出來 你剛剛在上面白板留了這麼多的話 進人家玩一下來進來進來 你進到這個畫面之後呢 你要看說明就用右手邊 要直接畫就進來這裡 總不好的意思每次都有畫嘛 剛剛那個同學你可以過來一下 我不知道你是誰 但是自己承認一下沒關係啦 我又不會怪你 如果沒有人要來我就知道找最前面這一位 後悔最前面的齁 他們都比較聰明躲到後面去給你畫 好不好 你們要猜看看他畫什麼 我看 這好像蠻明顯的耶 你這樣他們如果猜不出來也很難耶 請問他畫的是什麼 鏡頭在那裡 你覺得跟上面哪一台比較像 哪一個比較接近你想畫的 阿內油比較厲害嗎 這樣有沒有比較敢拿出去 這樣知道什麼叫做AutoZero嗎 就是他現在進來 謝謝謝謝 他現在進來畫了這個東西 他會自動幫你判斷 可能是什麼 那再從他那個圖庫裡面 就是設計師已經設計好這些圖庫裡面去找到 可能是他要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你畫好之後可不可以移動 當然可以啊 點到他還可以縮放耶 對不對 如果你車子要這樣耶 也沒問題 阿你有了解齁 所以你就看你要畫什麼 然後呢畫下去 對不對 阿你要一個坡道 這樣我也不知道他會給我什麼 哈哈哈哈 有馬路嗎 我們如果這樣 這樣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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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取的馬路 沒有只有放在水裡面 哈哈哈哈 開玩笑啦 反正呢這些呢 你可以像這樣子 你有需要的你畫好 對不對 你畫好之後 就OK 那你還可以做什麼 做填色 你看這裡 有沒有 我想填什麼顏色 你就倒下去 一樣可以做 當然如果你不需要這種功能 你要隨性的 就用下面這支筆 或打字啊 這些都有 那做好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匯出囉 你看 但是呢 記得 因為預設進來 這個 有沒有畫板比較多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真正拿出去 不需要那麼大 你就可以來這邊 把這個畫板稍微縮小一點 欸 這樣出去的時候 才不會說 那麼多個 你就把你要的 放上來 就從這裡 你也可以直接跟別人分享 好跟別人分享 然後直接下載 這樣都可以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最近Google有推出來 就是利用所謂的人工智慧 先幫你判斷 可能你要的是什麼 然後呢 就讓你自己去挑 這樣子 你應該就比較不會說 那個我不會的 不會畫畫的 對不對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可能 你在做簡報啦 或是一般 筆記上面要簡單的說明 可是 我又不太會畫得很好 你就可以稍微簡單畫一下 讓他幫你判斷 看裡面有沒有 原則上常見的 他大部分都有畫 如果不常見的 你就認了吧 哈哈 目前他能夠認識的 主要是那麼多 這是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的 謝謝 感谢观看